一堂普通的英语课竟然让同学们嗨起来 许多同学按着节拍随着音乐舞动 平时文静害羞的大男孩容紫华 还主动到台前露了一首隐藏很久的hiphop 7月24日 在沈阳一个英语培训机构 来自英国皇家博命汉音乐学院的王俊逸 正在给同学们上一堂生动有趣的英语口语课 王俊逸曾经就读于美国波士顿大学和美国伯克利音乐学院 现在英国皇家博命汉音乐学院进修 对英美音乐有自己的见解 一个多小时的课程 王俊逸不但展示了一名专业音乐人的音乐技能 还用英语讲解了各种音乐节的形式气氛背景等 并与学生互动口语与表演 我感觉学生会通过培养音乐的兴趣来学习口语 我没想到会了解到这四种音乐的指示 然后之后他这个课堂氛围也非常好 我觉得对 然后就让我比较活跃 英语它是一个载体 那么通过英语呢 其实是学国外的一些思维和文化 那么呢 你像我们很多孩子 他会作曲 然后呢 又会写歌 同时呢 他还会写小说 那么这些能力呢 其实是在我们教学的这个 图上当中 自由的图上当中 才能发掘出来 如果呢 不给他们这样的一个机会的话 他们其实是自己是不能够发现自己的潜能 据介绍 这所培训学校经常邀请时装设计师 科技工作者 作家等各行业精英并精通英语的人士来讲课 受到同学们的欢迎 激动活泼的教学形式 不但吸引了年轻人 一些成年人也喜欢到这里充电